各位好,我們來介紹全反射 全反射是發生在路側角夠大的時候 就會有全反射 為什麼叫全反射呢? 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平常是 從這個普通情況 一般情況 從光密介質發射一道光 然後射入光束介質 那如果這個光是垂直於介面 就不會發生折射 但是還是會有反射 然後部分透射 那如果 折射角 稍微有一點折射角 不是直指的垂直介面 而是有稍微的 斜斜的路射的話 那這時候就會有 路射角和折射角 那從光密介質進到光束介質 是 折射角會比路射角還要大 這樣子 那隨著路射角增大 折射角也跟著增大 路射角增大 折射角也跟著增大 可是折射角總是比路射角大 那有沒有可能 路射角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折射角等於90度 折射角等於90度 就是折射線 它已經貼平介面了 這已經是折射的極限了 因為 因為 如果它還要折射 它 它要往哪裡折 就沒有地方折了 對不對 因為折射就是要發生在介質2 這樣才算是折射 現在折射角都已經到90度 這條折射光都已經貼在介面上了 那這就是折射的極限了 那超過這個角度的話 如果 我們再稍微倒帶一下 就是 當這個折射角是90度的時候 這是折射角的極限了 那這時候的路射角就稱為 臨界角 然後如果再繼續加大路射角呢 折射光會偏回來嗎 不會 它會直接用反射的方式 直接用反射的方式 就反射回來了 就沒有折射光了 所以這種情況是全部的能量 全部的能量都反射回來 這叫全反射 所以當折射角達到90度 就是發生全反射的臨界點 那這時候的路射角成為臨界角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重點 第一個 當路射角小於臨界角的話 還沒有達到臨界角的話 它就是普通的折射 部分折射和部分反射 然後如果當路射角比臨界角還要多 還要大的話 就沒有折射了 而是全部反射回來 全反射 那這時候就遵守反射定律 路射角等於反射角 那在恰好發生全反射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呢 當路射角剛好是臨界角的時候 折射角會剛好是90度 然後 大路射來有定律 光密界值折射率乘上 乘上臨界角的正旋值 會等於光蘇界值折射率 乘上曬90度 那一向一下 阿曬90度是1 一向一下就會得到 臨界角正旋值 會等於光密折射率 分之光蘇折射率 這樣子 然後再整理一下 就可以把第二式的這個 路射角大於臨界角 和第三式的這個最後的結論 做一些連例 我們把路射角叫做C塔1 那 那 那 N1 SineC塔1 它就會比 N1 SineC塔C還要大 來自於上面這個式子 如果路射角 在 路射角 要發生全反射的話 如果要發生全反射的話 那路射角就要大於臨界角 所以 SineC塔1 大於SineC塔C C塔C是臨界角 對不對 所以這個等式是成立的 因為 SineC塔1 比SineC塔C還要大的時候 就會發生全反射 所以我們就寫 N1 SineC塔1 大於 等於 N1 SineC塔C 然後 N1 SineC塔C呢 又可以 參考 第三個重點 所以 SineC塔C又可以寫成 這個 N1分之N2 所以最後會得到 N2乘上 SineC塔2 這邊的90 好像 要換個顏色比較好 所以 這就是全反射的條件 最後這個要背起來 待會 說題目就用這個 光密 折射率 乘上 路射角的 SineC 然後 會比 光密折射率 乘上 連接角的SineC 還要大 或大於等於 那 在 等於的時候 在等於的時候 等號成立的時候 光密戒指折射率 乘上 臨界角的正旋值 就會等於 光蘇戒指折射率 乘上 SineC度 好 那請記得這個式子 我們待會就 直接用它做題目 謝謝 謝謝 謝謝